慧敏 我突然覺得網紅館長 竟然已經有命理老師的能力了 他似乎已經預言了這一切 因為從之前的訪談看得出來 他希望韓市長不負高雄市民所託 選你當市長你就要幹完這個任期 這叫成績 但是現在他要粉身碎骨 去當更大的這個位置 那就讓館長覺得很不服氣 那對比小英總統所說的 粉身碎骨倒不必啦 脖胎換骨事物比較重要啦 下面來看看這個 好 我們來看看高雄市民 他們市民的心聲 因為現在就覺得 當初投票給韓市長的人 他覺得他的所託被欺騙了 高雄發大財 空出不去 人才進不來 早報也能到那麼高端 被那麼多人崇拜 最高發大財 直相發大財 是 所以你會發現 綜合我們剛剛所說的 現在很多人對韓國瑜有不同的心聲 你要登大衛 但卻有的人覺得你不只感恩 讓他們心中無事滋味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關鍵在這一章 就是說王金平 他現在說他不要初選了 但是他有關鍵的10%選票 這個10%選票是這樣子計算來的 每一次的民調當中 不管王金平是排名第幾 他就是有鐵粉10%在那邊 這10%跟著王金平走 王金平不選了 這10%在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會流向何方 當王金平開始 人家問他韓國瑜的事情 他都說笑話 笑話 說到王金平就說 我們是關公兄弟沒有錯 票會流向哪一邊的路遠 王院長這10%到底會跑到哪裡去 那現在就要看韓國瑜跟郭台銘 誰比較有誠意 到底誰有辦法去說服王院長 來支持他 那王院長這個人的個性 大家都知道 他是新系國民黨 他最大的希望就是 2020年能夠政黨輪替 他說政權輪替 他沒有說政黨輪替 你看 他有講 他說我要到基層裡面 要勤走基層 為國民黨什麼 為國民黨拼命 那要為國民黨努力的話 那他政黨輪替 難道會什麼 難道會時代力量輪替 政權輪替 政權輪替的話 那一定是這樣 因為我們習慣上講政權輪替 其實就是換別的黨作 你意思說他身是國民黨的人 死是國民黨的鬼就對了 對啦 因為王院長 王院長都知道 在馬王戰爭的時候 如果10%給郭台銘 情勢就差不多變了 對 有可能啦 但是我覺得算幾次了 可能10%再給韓國瑜如虎添意之類嗎 所以我剛剛講嘛 看哪一個人的誠意嘛 這段期間 就到國民黨要民調的時候 那到底是誰 誰讓王院長感動嘛 你只要誰讓王院長感動的話 這10%才會上下去嘛 所以王院長現在變成關鍵的力量 對 我要呼籲我韓國瑜或者郭台銘 加把勁嘛 努力一點吧 這一定要讓王院長感動 假如你們有讓王院長感動的話 那你這10%就可以拿到了 好 王金平本來覺得說 地方派系他是很強的 但是沒有想到 地方派系的幾個主要的這個頭人呢 居然已經先選韓國瑜去了 而讓王院長心裡更韓的是什麼 白派嫡系也有人出走 本來答應支持王院長的幾個廣播人 或者是名嘴 一細節全部都倒到郭台銘那邊 一夜之秋 一夜之間 一夜之間都到郭 到郭台銘那邊去 不是到韓國瑜那邊去哦 如果按照氣勢的話 他們應該要投韓啊 怎麼會到郭那邊去 好 名字我就保留 因為大家都是朋友 這個是第二個明顯 那第三個在花園飯店開會 幾個地方派系的商業總會的 還有幾個跟王院長稱兄道弟的 居然沒有通知王院長說 我們在花園飯店開會 我要支持韓國瑜 這個讓不讓王院長傷心 那第四個我現在告訴你 王院長他大概是13個團體的榮譽總會長 這13個團體裡面就我所知 至少有9個 分會的會長 6月1號全部跑到凱道那邊去了 包含消防的 消防的去支持韓國瑜 不 消防的分會 好 我剛剛講他們的分會的人都跑到凱道去了 透過電視鏡頭讓王院長看到 請問王院長心裡作何感想 好 這些都是他的打鐵兄弟耶 好 通通去了 那最令王院長傷心的 真正讓王院長是感到不愉快的 各位要知道 韓國瑜擔任高雄市長沒有禁用一個 一個白派的人 好 各位要理解到 高雄市白 紅 黑 黑的 余政縣我就不講了 余系我就不講了 我們講紅派是農田水利會 現在這些水利會的全部都過去了 那個是紅派的 白派的呢 韓國瑜一個都沒用 這也就是陳 陳怡銘講的 好 陳怡銘跟那個王院長 王院長說有沒有說謝謝他 忘記的 好 就是說當你不用白派的人的時候 那請問王金平作何感想 那剛剛惠敏那你問 他這些選票會到哪裡去 我現在可以大膽預測 就看幾個廣播名人 全部都到郭台銘那邊去 我們只有一個答案 他應該不會支持韓國瑜 然後 你說他這10%會 絕大多數跑到郭台銘那邊 至少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因為這些人都已經到郭的身邊去了嘛 然後 那一半一半就平衡了 沒有沒有沒有 就平衡了 一半的話就是地方派系 我剛剛講過了地方派系 但是就王院長他的基本盤而言 應該會給郭台銘 這也就是說韓國瑜他為什麼講 他是重要資產 郭台銘也對王院長講 這也是重要資產 這現在已經不是誠心誠意的問題 而是說政治實力的一種對決 如果韓國瑜他還是不用白派的人的話 那我想請問除了我要支持王院長以外 那更重要這些白派的人要不要出路 當然要嘛 那他縱然支持韓國瑜他不給白派位置 那請問那我這些白派的那我幹嘛 我要配合韓國瑜 那當然這些當年幫助韓國瑜的人 也有可能會轉向 就我所知 韓國瑜也他去拜 去拜訪了龍林漁墓的這些會員 可是已經不像三三肇事一樣 一直支持他 全部都在按兵不動等王院長的指示 佳馨你怎麼看這個局面 國民黨的內亂好像挺精彩的 國民黨的戲馬向來都會出人意表 那但是我覺得王金平真的是厲害 將是老的辣 就是說他在這一局裡面 橫述這個遊戲規則不知道怎麼變 也不是他能夠講的 也不是他能夠去決定 所以與其跟你們玩這種遊戲 倒不如他就退出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 把自己做成一個身價最高的人 因為如果當兩軍對戰的時候 如果你是那關鍵的5到10% 你畫柏仔劍你就贏了對不對 但是這個結構現在看起來是說 韓國瑜呢 眼下認為自己有足夠的韓粉能量 所以他好像不太甩王金平這一掛 那今天這個局面你覺得能量足夠嗎 當然在花蓮 東大門這個夜市大家也都去過 東大門就這麼大一塊而已 真的人家都把他摸摸起來 摸摸都不能走 也身上萬幾的人 所以老實講不管他多少 在後山的花蓮可以有這麼多人 也是不簡單 這只不過在展現的是說 復婚旗的能量還在不在 概念上是這樣 我聽說你們民進黨已經傳好資料 等著韓國瑜出來了 現在大家爆料你們很生氣 怎麼可以那麼早報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有更多資料等著報 有這樣嗎 現在可以去報韓的資料 都跟民進黨無關 因為這個時間 對啊 你金本不可能現在贈 你們是等你過關比較要贈 你們是不是很期待別人亂報 這個時間點我們 我們自己都有自己家的內戰了 還管到人家家去 我現在不是說這件事情 跟你們沒關係 我是說聽說你們資料傳好了 等著韓國瑜出來喔 沒有啦 不要說傳好 還是說大家當然都 沒關係 他們不會說 沒關係 我是覺得說我們現在是 對國民黨加護事 我們都不介入啦 我們也不管啦 但是韓國瑜重點在於 韓國瑜自己有多少料 是在別人的手裡面 這不是我們能夠預期的啊 就算民進黨無傳 別人敢不傳嗎 國民黨比我們還會傳啊 而且過去這十幾年來 真正跟韓國瑜什麼花天的啦 跟韓國瑜做朋友的啦 跟韓國瑜一起進出的 難道是民進黨的嗎 民進黨要怎麼來知道 一定是國民黨裡面的 所以你們現在沒有資料嗎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我們現在沒有資料 但是不排除以後 人家會送給我們啊 聽說現在你有新的料 友華大哥 現在在網路上面 流傳那個王小姐的照片 那個其實那是 那不是王小姐本人 那麼漂亮的女孩 不是王小姐就對了 那個不是王小姐本人 那為什麼要臉書刪光光 那一張照片是從 黃文才的臉書裡面出來 不是從王小姐臉書裡面出來 這點我要澄清 還有第二個 王小姐她本身就有兩個小孩 一大一小 一個應該是國中上高中 一個還在上那個幼兒園 要準備上那個小學 你這樣一說更起人疑鬥耶 不會吧 不會 因為如果說是幼稚園 那時間有一點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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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重複有一點 因為吳子佳講說是十歲 剛剛好這兩個年齡通通都不搭 除非他修正 但是我接到相關人 人事他告訴我 幾乎等於是半個當事人 他是說那張照片 不是他本人 那這件事知道的人也很多 所以呢 王小姐的事情 我認為還有後續 那這個後續呢 就是這件事情還沒完 應該沒完 他還會 那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誰 應該不是韓國瑜的了 兩個都不是 兩個都都不是 那我只能說 他們把他們 這對那個 這對拇指好了 就是保護得很好 所以呢 這個中間還有後續的發展 這也就是吳子佳最近一直講的 相關人員最近還會提供子彈 但是至於會提供哪一方面的子彈 吳子佳說有人會提供子彈給他 那他還爆不爆料啊 大概等肇事完 然後等國民黨跟民進黨提名人選確定以後 應該應該會有新的料出來 稍微遊逢 你真的有去分枱嗎 你真的有去分架嗎 我剛才也有在